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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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是我們的延西營的最好一天 這幾天裡面 我相信大家感受 絕對會跟妳來的時候 都不太一樣 我相信妳以前覺得 妳來有得到很多東西 妳有得到很多東西嗎 有 有 有 我相信 這個延西營 還沒說 對五、六十年 中國國民黨 讓我們的教育 可以做一個切片 去打 所以我們這個延西營 可能在今年四月七月份的時候 我會辦大學生的延西 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 有很多大學生 確實都不知道 我在電營高月有學十二的福祉生 一個延西營 當我跟她問說 妳怎麼知道 建築社交代理的時候 什麼人來奉承台灣 特別的福祉生 竟然有切的福祉生 跟她說 是不是日本 這個福祉的福祉的福祉 這是很嚴重的事 這是很嚴重的事 因為現在何樂園 我只能坐在那裡 所以我要改用北京藝 來發言 台灣的所有的下一代 在中國國民黨錯誤的歷史 教育之下 已經完全而且很撤離的被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全世界上國際間的 跟台灣的這個關係的時候 我們可能 要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看 例如 台灣到底是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不是台灣 從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變成陳水扁的中華民國是台灣 然後馬英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對於李登輝先生 坦白講我有倦言 因為我認為台灣今天的地位 台灣人沒有辦法在國際間站起來 我認為李登輝要負很大的責任 當然我這個看法 有很多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我為什麼講李登輝要負這個責任 特別是當我從跟美國的有關單位談過說 李登輝曾經主張台灣省政府要廢除 然後美國的很多單位告訴我 為什麼台灣省政府不能廢除的原因 我那種內心的震驚 實在是 簡直是不曉得該說些什麼財行 不過 李登輝先生 在2003年 當我在他家訪問的時候 他親口告訴我 要我把戰爭法放在台灣的地位 同時介紹何瑞元跟我認識 也因為有何瑞元 當時台灣仍然在美國軍事政府占領下 的這種言論 他才能夠激化我去研究 特意的把台灣的地位找出來 五六十年的中國國民黨的教育 讓很多的台灣人不相信 我們所講的是一種 是真正正正的歷史事實 所以我記得剛開始的時候 當我跟何瑞元在研究以後 在講出的這個論述的時候 我們所提出的口話是 讓台灣回到歷史原點 那你可能要講說這個歷史原點 這個原點到底在哪 當然這個原點就是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宣布投降以後 整個台灣的地位和演變 台灣地位 這個演變之所以會造成今日這種樣子 坦白講不只是台灣人要負責 同時也是美國當局 日本當局都要負責 當然這其中 台灣人要佔大部分的責任 理由很簡單 台灣人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 那我們也不可以會員 在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結束之前 台灣人有兩個組織 一個叫做農民組織 一個是文化協會 這兩個組織都是倡導台灣獨立 毛澤東當時也是要求 讓台灣人民能夠獨立於日本之外 但是後來因為整個政治的演變 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他們的說法 當然開羅宣言裡面所講的 宣言這個東西啊 並不是條約 有沒有約束力 所以嚴格來講 只有在握手的三個國家當局之內 有約束力 就是美國 英國 跟中華民國 有人講說開羅宣言沒有簽字 所以不算 其實在美國的文化裡面 英國的文化裡面 只要你握手 就算有效 但是這個有效只限於 美國 英國 還有當時簽約的 美國 英國跟中華民國 只有只限於這三個 可是開羅宣言後來 後來在 究竟他和平條約的時候 有沒有被考慮 有被考慮 因為開羅宣言以後 緊接著在1944年 還有一個波斯坦宣言 波斯坦宣言的第八條講說 要執行開羅宣言的承諾 那時候是加上一個蘇聯 那後來 開羅宣言也沒有執行 有執行 可是在1950年以後 美國決定 美國決定不要 執行開羅宣言 是因為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違背了當時 對於英國 美國的承諾 就是說 他講 蔣介石那時候是要求說 如果你把台灣還給我 把東北還給我 那中國將 是一個和平的國家 永遠不會侵略 其他的國家 所以在1950年的6月25號 毛澤東打破了蔣介石的承諾 開始入侵韓國 韓戰爆發 所以6月27號 杜魯門宣布 台灣第一位重力 同時派第七艦隊 防護台灣 這整個的歷史 還有他的機密檔案裡面 寫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後來 杜魯門決定說 我要廢棄 海羅宣言 因為 海羅宣言 他不願意去執行 是因為 中國已經 違背了 當時 他不願意侵略 其他國家的承諾 入侵韓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 一直沒有辦法去理解 海羅宣言 為什麼沒有效 其實不是沒有效 基本上 他對於 簽 宣言的這三個國家 是有效的 但是因為 中國 後來改變了態度 違背了他的承諾 所以 海羅宣言 他不去執行 所以後來所執行的是什麼 是 舊金湯和平條約 寫舊金湯和平條約的人 是誰 是杜勒斯 杜勒斯 杜勒斯 他的 祖父 也叫杜勒斯 這個杜勒斯 他所 曾經寫過 馬關條約 各位 條約的書寫 不是非常簡單 我可以告訴各位 如果今天 台灣有跟人家發生戰爭 你要找出一個去寫條約的 你要找出一個去寫條約的 我看恐怕沒有了 包括我都不行 因為條約寫的人 他對於整個戰爭歷史的研究 是非常非常特別 而且美國 我認為他把戰爭法 還有條約法 特別是在戰爭方面 他把它列為 他們最高的 一種智慧的財產 條約裡面 所引用的每一個字 它所代表的意義 坦白講 都有經過研究 其實我不只研究究今天和平條約 我研究過很多的 包括巴黎條約 美西戰爭的巴黎條約 還有後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盟國跟意大利跟德國 這些條約 你把它注意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些條約真的不是很簡單 那今天條約寫了以後 就要由這些國家來執行 五十一個國家 四十八個國家的國會 通過要去執行 就近安和平條約 很可惜的就是 美國後來因為 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橫行 所以它為了阻擋共產黨的擴張 不得已之下 它利用了我們台灣人 它讓台灣人沒有人權 因為台灣人 基本上在戰爭法來講 是美國的敵人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人跟台灣人是敵對的 那這種敵對的情況 特別是當事人 麥克拉瑟 台灣人 曾經給麥克拉瑟 非常難看的紀錄 就是它的克拉克基地 空軍基地被全速的見面 也是因為把它克拉克基地的空軍全速見面 所以日本才能在東南亞橫行 所以在東南亞的軍隊的速度 那種簡直是破解 所以我們也很 如果以台灣人是日本人的立場來講 我們也很自豪 那一個時候 我們台灣人所被代表的這個日本這個國家 確確實實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強國 但是今天的日本是已經不行了 所以在上一期一次 我們的袁錫瑩 日本所派的五位代表 我也跟他們講過 他們也是不生息虛 他們也開始在研究說 是不是像我們法理建國會一樣 在日本成立 然後呢 開始來讓日本人也同樣的受訓 讓日本人很徹底的了解 因為打仗失敗 並不表示說 人生或者是整個國家 全部都就被消滅 因為戰聯不移轉主權 是戰爭法裡面非常嚴肅的一個規定 所以日本到今天 我相信如果你對日本有了解的話 日本人都在講說 日本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因為它的憲法第九條 讓日本變成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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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限制了日本人不可以有军队 甚至于别人欺负的话也不能抵抗 有类似这一种规定 所以日本人有志之士已经开始在感叹 日本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是受美国控制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 台湾如果仍然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个情况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 所以我们要先承受 然后再找机会 以美国人所重建的法理跟他对谈 因为全世界上的国际法里面 已经规定的非常清楚 甚至于万国公法的法律位阶啊 都要比救济湾和平条约更高 可是美国现在除了他不用就进来和平条约以外 他用的是台湾关系法跟中美共同防疫协定 当然中美共同防疫协定已经废除了 可是台湾关系法还没有废除 台湾人一听到说 我们这个团队在主张废除台湾关系法 认为说我们不爱台湾 其实是错 因为台湾关系法 是保护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那是the people of Taiwan 这个台湾当局 现在是由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在担当 并不是台湾民政府在担当 我们今天跟美国在谈的就是这一点 既然我是被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领土 那么按照国际法 你就是要把当地的人民组织 是平民政府 民政府 我们民政府的对口单位是USMG 是美国军事政府 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之间 不会冲突 没有关联 那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的对口单位 是AIT 我曾经在思考 我们过去的六年来 每一年都会到AIT去请愿一次 每一次AIT所派出的这个阶层 是越来越高 到今年的发言人 那个叫做菲斯莲 他是新调到AIT的一个工作人 由于我们这个团队啊 我们常常跟AIT有所联系 同时我们常常会给他信件 我们会建议他 会告诉他 什么东西你要注意 什么东西你要改 我们合约也非常好 现在美国的国务院的网站 就不清不楚 我们要求他要改 但是我也知道美国暂时他不会改 因为他仍然在维持模糊政策 因为只有模糊政策 美国才能够在里面啊 投机摸过而赚钱 台湾关系法只有一个一个重点 就是军售 make available 意思是说对于占领地 占领者坦白讲他是不可以卖武器给被占领的人 而是同样的占领者的中华民国 如果要买武器才可以 所以美国他是非常恶劣而且非常聪明 因为我知道美国现在都会看我们的这种现况 现况的转播 那我必须要提醒美国 你不能够继续违法 理论上来讲 如果中华民国没有买你的武器 你可以卖给你美国的国防部 一样赚钱嘛 那中华民国买你这个武器 你要弄清楚是我们台湾人在付钱耶 现在中南部的台湾人没有饭吃 你看不到吗 中华民国坦白讲 以现在来讲 他已经不管台湾人的生死 花博花了一百多亿 大概一百五十亿左右 收入十四亿 全世界上没人做行李做这块 收入十四亿 花一百五十亿 还比较好费 买两道的总装 你美国人不知道吗 你美国如果继续 而且现在 根据你美国国家安全单位 根据你美国的国安部 跟我们民政府谈的时候 你讲得非常清楚 说你不会再卖武器 卖这个 这个所谓的高阶层的武器 给中华民国 但是你卖的是烂的武器 也是要花钱耶 台湾人继续这样花钱 美国很清楚的讲 今天卖给你中华民国武器 明天就跟Covid到中国去 F22被Covid的那么清楚 然后你美国会不知道吗 虽然 中共 中国的山寨版 没有像你美国武器那么好 可是至少台湾人 已经受到威胁跟威嚇 所以每一次我都利用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真的是向美国喊话 因为美国在听嘛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 台湾人的主席在台湾 将将将将已经开始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地位 是在美国做成的 包括国武器 在东西2006年 在够美国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竟然回答说 我们美国为了照顾台湾 已经有另外设了两个法案 一个是台湾关系法 还有一个就是中美共同防疫协定 难怪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的法官 在辩论庭问国务院的律师 问他说 难道就现在和平条约 在我们美国已经失效了吗 国务院的律师回答不出文 美国的法官很有正义感告诉他说 你不用回答我来替你回答 就现在和平条约 是经过参议院众议院的法案 到今天为止仍然有效 也因为法官的这句话 后来在判决以后 在那个复文里面 他要求国务院 你要采取行动 也因为美国国务院 开始吵起行动 才会让我们民政府 在美国设立办公室 出这些钱 香港美国一次 那些钱 那些钱 比你差太多了 办一个酒会 五万美金 我们自己来贏 我们也有贏 我们不用他给我们出 五万美金 才不是 所以 当然那个意义 是不一样的 所以 大家在说 到底台湾民政府 中央民政府 中央民政府会把我们捏吗 他刚才这张团发给你 这是在九年 在九年的时候 有人调报他 他来政官 他给总统府 立宿法团委 减计 说台湾民政府 活动的这么多 没有啦 那你们竟然眼睛都没有看到 在那 有啦 这个 他要求啊 中央民政府 要出来给我们处理 好事不事啊 去年十月以后 少了说 这些问题都要用国际法处理 他要去清楚跟我说 他们有跟中央民政府讲过 这个团体是用国际法去处理的 你不能够认识 五月签字 今天五月签字 五月签字 群策会 在台大 在罗斯法罗那里办一条很大件的 会计 我相信在座没有人去参加 会计时 会计时 有两个人 手把他抓起来 一只十五月 三十几月 他们 林志生先生 跟何瑞源先生的论述 你们民进党怎么 因为说民进党 你们 独派的怎么处理 主席 在基顶民进党出来挡 用民进党代表你出来打护 民进党代表出来说 我们没有研究 没有办法打护 第二个我还想起来 林志生 陈水扁 控告美国的案子 请问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主席又基顶民进党答护 他又站起来 我刚才已经答护过了 他的意思是说 所以 民进党这些人 是结果没看的 我没有看到 他们是有一天算一天 他跟你配一天 就配你一天 啊咱 那主席虽然很少 你会记得美国人 跟我们说一句话 有一天 下个 大概两周前跟我说 他说 Roger 有一天 你们法理建国会 你们这个group 以及全世界上 突然之间有一天非常有名 我很有信心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你有信心吗 有 好 他跟他走你为止 我们这个论述 没有人 有什么 跟我们说我们的嫁 还是说我们的 没人没子 没人 所以在這個學生 我必須利用 我該用北京話的時候 因為何樂園在這裡 把何樂園拍頭給自己鼓勵 謝謝何樂園 可是美國人也有可惡之處 你打下來台灣 你竟然不要親自來占領 帶那個中國人來跟我們請領 台灣的文化是非常高的 讓中國人補一個頭頭頭 所以有人在跟我說 這個人就是陳凱柏 就是國台北的負擔順兵 他是丹水閉的寓醫人 他在把五色筋 那個脊椎 他不是插好對不對 那時候他在台大做外國主人 上去餘下的時候 沒有人敢開樓 他說 配到手術室 陳凱柏那時候很勇敢 上去 然後那個正凰室來找他的 就是陳凱 意思說你陳凱柏你不能開樓 他怎麼說 他說我是醫生 我醫生的正念就是開樓 不管你什麼人 你黑人 白人 鑑鑑 什麼人都不管 就送來我的病 我就是要跟你開樓 他說我當時做醫生的時候 我有選擇 你正凰室是你的事 你要怎麼樣是醫藥才來講 醫藥 七十八 掛開的時候這個阿嬤棍 那個頸椎看我夭壽 他用那個煙酸來拔起來 那時候剛才開始用煙酸來拔起來 所以拔起來 他拔起來 他拔起來他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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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拔起來 他拔起來 所以一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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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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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拔起來 所以拔起來 所以拔起來 可以拔起來 他拔起來 的原因就是大英開話 很大很大的光源 本來我給你拔起來 大醫師在我們後一期 來跟我們想到 但是他說他一人不明白 他這人要演講 他準備很久 我告訴你 你不用準備 你就來講那種給大家聽就好 所以 是不是會來 我不知道 但是他如果要來 他在我們後期的禮拜 你後來可以跟我說 他在我們後期的禮拜 他在我們後期的禮拜 你後期的禮拜 你後期的禮拜 心中有一點問題 心中有一點問題 請問 這個是很日本人 日本是一個很好的醫生 才是很快 他有一個錯話 叫做雷公 我不知道 我們大家知道 我相信 如果他也會 他也會 他 他 如果 那 那個 實習醫生 沒準備 你抽水的時候 他的抽水都在把你剩下 開完一下 人的生命 你 你沒要準備 你來 你站在那裡幹什麼 所以 所有的 大家都走 他走到那裡 我最初的說 我不知道 我開始的時候 特別說 我的生命也是疫苗 我在高雄的時候 我有一次 小中風 我小中風 跟他說 奇怪 你如果我就說話 我開始中風 發生那個時點 我說什麼 你都聽不懂 因為那時候去便宜的時候 我這個 我的皮 人家叫我用植子 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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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 所以我跟旁邊的人說 我會皮 一旁邊的人 都沒辦法回答 只說 我說三四次我就想起來 我們是聽不懂 我說我皮 那你不給我回答 到六八 有人才跟我說 欸 你什麼 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我的皮 他說你不是說皮 你說我的輪胎在哪裡 我聽不到 這是小中的 我會先這樣 我自己 以前意思裡面是說我的皮 怎麼會變成我的輪胎 所以他以後 千萬不要特別做一個小組 換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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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那個醫生說 這個人不能死 這個人現在死 台灣不得了 你要好好喔 所以喔 把他在國台安排 斷層 所有 都把他安排好 檢查 換藥 你知道我的肺 那時候 最高的 220 但是220 沒有煩惱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去便宜 乎士都走到 臉色淺淺淺淺 那你頭上去嗅嗎 其實不會啦 我怎麼說 我那是遺傳性 不計我啦 我那兩個兄弟 都220 我媽媽 也是220 對 對 這是遺傳家族性 所以剛才是人家 以後 沒有效耶 降不下來 但是成長都說 一定要他降 我現在唯一百二到八十 哇 有啊 我不是你替國台人做選團 我是說真的 現在一百二八十 都放這個好小好小 很厲害 不過喔 我的那個 高學那個 一天要吃五顆 但是有效 真的喔 所以我現在呢 我的身體控制得很不錯啦 所以你們也可以放心 我因為 我沒有吃粉 我沒有吃酒 我生活很正常 九點 十點一定去睡 再是六點起床 所以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有辦法當中 研究 研究 台灣的地位 我們現在研究到台灣的地位 研究到日本人 就覺得不可思議 甚至我相信 我們這個法理建國會 會在這個世界 發揚荒廣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問題 如果沒有改冠 全世界的外國改冠 因為你要記得 日本人 建軍的依情 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強的國家 美國是二流的 甚至三流 但是美國現在爬起來第一流 日本現主席 仍然保持有 要變成運輸國家的態勢 六方會議 去年六月 起床的時候 美國人 跟日本人說 一個事情 他說 這麼亂 乾脆 我們將台灣行人好 這你也疼不 這是國家安全會議 親主 跟我說 日本人聽到這句話 他嚇到 欸 台灣 我不是已經放棄了嗎 他說 你回去看 他叫 63年 吉田帽 社會議員 The World in Japan 136月 他去看看 日本的吉田帽 修償 他只說 日本只放棄台灣的租款 日本的租款 管理 不是放棄租款 要過租款 你如果租款義務 所以他有這個東西 他才可以向美國來簽 美日安保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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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包含台灣海警 全世界沒有人抗議 不然怎麼說 兩個國家簽東西 去將海警 包含在保護範圍裡面 沒有啦 這台灣人要看有嗎 台灣 台灣 在那個時候 日本時代的時候 台灣這個 剛才開始 他還沒說 日本人 對台灣人 也很討厭 一百九五年 四月十七 簽個馬館條約 六月前期 李經芳就是李鋒兄的校生 和華山之際 李鋸廣 橫濱縣 橫濱縣 扮台灣的交接 六月十七 日本政府宣布 台灣始政紀念日 始就是開始的始 政治是政治的字 開始在台灣 時期間別的紀念日 是六月十七 這個六月十七 時期以後 日本政府法人說 夭壽 你簽條 並沒有轉台灣 這個土地的收優款 當兵 那又是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要怎樣 經過之後 一百九十十年 跟一九九五年 日本政府 這個總督 在台灣交開國際法律 會議 國際法 法學會 來討論 關注民 到底有租款 還是沒有 請什麼人 列席 請那時候 歐盟的美國的領事館 李鮮德 請他來列席 請他來列席 為什麼請美國人來列席 因為美國有和印第安人 道歉的經過 比較經驗 來研究說 到底原住民 有租款還是沒有 因為原住民 哪有租款 日本人 你要通理原住民 就沒有正當性 研究的結論 原住民 和印第安人 沒有主權 沒有主權 好像有捕獲 所以 那時候 原住民 在台灣幾個州 十幾個州 那些十幾個州 都是各自為政 所以日本下令 一九九五年開始 掃檔 由警察跟軍隊 從北部開始 打到南部 用了十二的時間 所以才一九九五年以後 日本才是正式 建立了 台灣租款 建構的台灣主權 所以台灣以前 從來沒有主權 在那個時候 日本政府 才有辦法來 完全百分之百來 控制台灣這個領土 那時候台灣的租款才有 所以一九五年以後 一九二二年 二月二年 全世界有五個國家 基行 世界五強的裁軍協定 有華盛任DC 基行 這個基行 裁軍協定的時候 那個人是日本 意大利 英國 美國 法國 這個裁軍協定 裡面的華盛領 已經 明確 將台灣 這個領土 是日本的 國統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這次就表示 世界上的國家 各成人 尤其是到 1937年以後 日本的總統 在台灣 實施 方民法 這個方民法 什麼叫做方民法 方民法 方民法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 在馬關領域的時候 日本政府 他有說這句話 他說 不是台灣 掛給日本以後 所有的台灣人 我日本政府就馬上先說 你這個台灣人 是變成日本的國民 他有規定說 如果 這個土地的人 要變成日本的國民 要變成日本的國籍 就要經過 日本政府的溫順 那時候的溫順 就是日本台狼要溫順 OK 讓你來做我的主意 最多的開始的時候 台灣人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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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跟日本政府說 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台灣 這個土地 簽了 我給你 我台灣的地位 跟日本人不一樣 你當中有一個人 很有名 一個民政長官 叫做 博多神輩 他出來說這句話 他說我日本人 對日本天皇 經過兩千幾年的尊敬 那博多 你台灣人這麼幾年而已 但是如果一百年以後 你台灣人 就能拿到 跟我日本人 一樣的定義 但是後來 因為 建政的關係 日本需要平原 台灣人 還是對台灣 實施國政法裡面的認同 193000年 還是日本的公民法 公民法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要說 日本人的 優先變成日本人 像是跟日本人 完全一樣的台灣 那時候 經過 就要記錄的時候 台灣人有 百分之十左右 來變成日本的省 所以一旦 他已經四五年 四五年的四月子 你會問問 為什麼四月子 因為日本政府 日本人 學校的開學 都是四月子 公司開幕四月子 所以他用這個四月子 做一個代表 就是說 你 台灣人 從這天開始 四月子 日本天皇 是死 天皇的教書 在台灣說 從那天開始 台灣人 這條參政權 從那天開始 當然這個 頭前一年 就已經有那個參政了 那個命令 是四月子 才建設的命令 才讓台灣人 知道說 不 跟日本的 跟日本人一樣 但是呢 在我們國政法裡面 國政法裡面 已經很清楚 明年 這天 明年說 你如果結婚 你如果要離婚 就要照顧上來 不是說 有的人也知道 四月子 日本天皇的教書 但是他說 四月子 跟那個 日本台灣的八月子 差四五月而已 那不準算 那你知道 有尊重嗎 有尊重嗎 那就是這樣 今天 你結婚 明年你要說 我要離婚 可以嗎 可以 辦手衝 所以 今天我們台灣 這個 這個土地 日本天皇的教書 公佈以後 日本政府 在我們四月二月 去抗議以後 去清完以後 他也開始說了 如果有這份教書 台灣的教書 台灣的教書 就不一樣 我們最近這兩年 去建築的 就是這一點 日本天皇教書 在台灣的實施 讓台灣的地位 台灣領土的地位 跟過去不一樣 然後現在你把它檢討 杜勒斯當時在做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雖然 杜勒斯已經決定說 台灣的這塊領土 不交給中華民國 不交給中國 可是他對於台灣這塊領土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書寫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他有錯誤 如果台灣是一個神聖 不可分割日本的領土的話 那麼這一塊土地 就不能割給任何人 世界上有沒有這個例子 有 1895年的馬關條約 本來是把遼東半島 割給日本 後來 日本的 今天的教科書寫的是 因為三國干涉 德國 英國 義大利 三國干涉 所以讓 日本把遼東半島 套還給中國 但是也要求 好像多了三千萬兩的賠償 因為神聖的領土 是不可以分割的 那今天台灣這塊土地 可不可以割的 如果是神聖不可分割的土地 也不可以放棄 所以現在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規定日本放棄台灣這塊領土 是因為按照波斯坦宣言裡面說 戰後日本只有能夠保有四個島嶺 但是各位 是不是確確實實 按照波斯坦宣言所規定的 沒有 琉球也還給日本 琉球今天的地位 跟台灣的地位 會在法律上是完全一致 所以這個世界上在演變 國際局勢在演變 我告訴各位 後面還會更精彩 就是說台灣到底要怎麼去處置 因為台灣是因為日本戰敗 這個事情不只是日本在擔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周恩來 他很清楚 周恩來在跟尼克森談的時候 他什麼都沒有講 他只有講一個重點 他要求日本的勢力不可以再進入台灣 因為他很清楚 如果日本勢力進入台灣 那按照戰爭法 按照國際法來講 台灣這塊領土 不一定是 將來說不一定說 要交給給中國 當然中國是已經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啦 不一定是這塊土地 是美國可以拿到的 美國是一直在想這塊土地 心裡面是笑想到要害 嘴巴濕濕濕 但是就沒辦法了 所以聯合國已經方向你 杜樂斯要簽這個 就這樣和平條約以前 一前三天 9月8號的頭前三天 9月5號 在當時 在華盛頓DC開一個會 那個會分數很長 在我們的網路 我會把他揮出來 朱樂斯說 日本仍然保有琉球的 勝於主權 什麼 台灣的台灣人跟琉球一樣 那日本人是不是還保有勝於主權 所以你看看喔 按照戰爭法 現在正確 正確就是釣魚台 釣魚台 日本進入說 2013年 要再度 逼法 把它劃入日本的 國土 為什麼要等到2013年 軍聯就可以了 為什麼 這裏是國際法 因為1945年 1952年4月28號 就今天和平條約 日本的第三條 琉球交給聯合國託管 然後聯合國把它交給 這個美國託管 後來在1972年 下面這句很重要 沒有經過投票 你看 占領國 美國 直接跟被占領國的日本 談判 尼克森跟他談判 就把琉球還給日本 同時包含 釣魚台 所以如果釣魚台 要把它變成日本的領土 他還要再把國際法走一看 所以日本態度很明顯 可是美國態度很惡靈 美國對於釣魚台 他不講話 他不發表言論 他說 No comment 我們現在去美國 美國也對我們的事情 公開都說 No comment 但是不要緊 每一次他如果說No comment 我們就繼續做 如果No comment 那就進一步 No comment一直進一步 前以前到現在都是No comment 但是人家不對 所以他會說No 像這邊AIT 我還要抗給 相見 變成 那現在是靠近的 能不能夠 那是靠近的